欢迎回来看跨境就阿米的阿米秀 那我们今天呢 是又继续了这个跨境麻辣烫阿米听听看 那今天呢是我们在开播的应该是第四 第五期的这个直播了 那五期直播说向来呢 发现了很多很有趣的东西 也发现了很多很有趣的问题 就比如说 我们在前天的这个乐天直播的时候呢 出现了非常严重的这个信号卡顿 那问题呢有两方面 一方面呢是我们本身的这个 我现在面前的这个MacBook Pro 虽然不是最顶配的那个 但是发现我们在做高清视频解码 再去做推流的时候呢 出现了这个 因为我们希望给大家呈现更好的视频 音频的这个质量的跟体验 包括我们在文字中 在视频中加入的这个文字的字幕 出现了这个期望值过高了 我们的机器扛不住 那所以呢我们在昨天 昨天我们就重新去订了一部 定制的电脑 专门用来去做视频 直播的这个电脑 当然跟你们这土豪比的电脑 太便宜了 就不到两万块钱的东西 但是呢这个是我们希望 去给大家做更好的东西 那其中这是一个设备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呢我们发现了 其实是我们在直播的时候呢 也同步启动了我们的直播的同步录影 所以造成了整一个电脑的这个解码的能力下降的很严重 那今天呢我们是把整个解码的这个内容呢是去停止了 因为我们同步其实还有我们的这个摄像机在同步的录影 所以今天的整个体感呢应该会比之前的更好 那在下个星期下个星期的我们的新的电脑来了以后呢 那这是一个专门的针对视频类啊 跟直播类的这个电脑上呢 我相信我们的整一个的大家所看到我们的这个内容的流畅度观感度会更好 好 这个是我们的开场摆花了一分钟啊 这个今天呢我们的主要请来的嘉宾呢是一个 我们叫浙江浙江地区的这个跨境出口电商 尤其是公贸公司的一个我们叫他知心的爱人 那为什么会会我们做一个广东的啊 没有去请广东的人来讲而会先请浙江呢 呃这里面有两个原因 第一啊我们接下来也会去针对整个珠三角的这个产业 去做一些这个这个我们叫内容的分享跟分析 那为什么会先把这个浙江的这东西说出来 因为这个啊我们开玩笑说湖北省温州四毛 这个浙江其实在整一个啊疫情期间呢 其实受到的影响也不比其他的省份要轻 而事实上呢现在整个浙江呢在复工这一块呢 包括大家看到前两天的义乌的在抢人这事情上 开着车对吧去接人回来回上班开工啊 在这个事情上呢其实是比广东可能更加积极 当然广东的话更多是什么呢 我们外地朋友回到了这个珠三角以后呢 大部分都要去在家里在隔离 或者一部分是像那个疫区的像湖北 武汉回来的朋友呢可能就就被就被关关起来 是复工期是比较困难 那这个呢是为了大家的长远的健康跟整体的这个经济 那我们很多朋友都啊这个付出了非常高的一个这个成本 无论是经济红本还是实践成本还是心理压力 而浙江呢在整一个跨境出口电商里面 我们认为是啊中国世界化境看中国中国化境看广东 广东以外的整一个中国化境出口电商 在未来最有潜力的一个一个省份 那为什么会提到浙江 因为首先它的整一个产业带 我非常清楚记得我们这今天这位嘉宾在2018年的11月 在这个浙江浙江数字交易会上面呢 曾经邀请过我们 我作为一个两天的这个主持 去主持什么呢 主持整一个浙江省 我没记错应该大概八个还是十个不同的县市商务局的这个领导们来去 还有我们其他的平台朋友 还有卖家朋友们来我们去通通去研讨一个问题 就是怎么样去把浙江的产业带的产品更好的跟跨境出口电商的关联 那我今天在朋友圈发了一个一个po 就刚刚大概十分钟前我们所说的啊 复工复产以外最重要是什么是自救能力 复工复产只是让大家恢复了这个基本的运营的流转的能力 但更重要的是什么呢 我们得有收入 我们开玩笑说进销存 只有存没有销没有进都不行 那好了我们现在可以做一点点的销了 但我们得进对不对 在产品这事情上我们还需要看各个产地 无论是物流原材料 还是这个中间的工厂 还是整个上下游的东西 那包括我们昨天看到了连越南 越南的服装都已经受到了影响 为什么 它的原材料 它的布料 它的纱 甚至一些纽扣 卷产地都是在中国 在中大 但事实上中大的话 绝大部分的都是外地的朋友 为了这个疫情 现在中大应该还没有开 那中大不开 可能整一个南亚 东南亚 甚至全球的时装供应链就挂了 有人说 我转去印度 大家还记得前几天我们才在直播讲到吗 印度其实在某一些产品上面 他们是有很强的优势 比如说他们传统的服饰的沙利亚 或者一些手工的产品 但是一旦是上批量的 尤其是涉及到比较重化工原材料的这种生产的产品 它的整一个的能力是跟质量 是跟中国的产品还是明显差别的 所以中国的整一个产品的出口 浙江是我们不能要开 也不能去避开的一个问题 那整一个浙江省 在整一个疫情后期 我们现在要做后期 今天我看到全国还有新增的 定例是407 我没记错是407 那浙江省在整一个公贸集团 他们在整一个的疫情中后期 都会面临什么什么样的问题 那因为我是没办法去杭州 没办法去温州 那个前两天我们还跟杭州的朋友 温州朋友去云喝酒 云聚会云喝酒 我们聊挺多 但是有些话题呢 我希望就让这个嘉宾和我们分享 那闲话少说 我们先把这信号切给我们的这个嘉宾 好 这个现在把信号切给嘉宾 其实这个问题是比较大的 就是说我们首先想的 就是从短期和长期两个方向上来看吧 就是短期之内的话 疫情对这个跨境电商行业 必然是重新 就是因为这个整个物流啊 包括整个工厂的这个供应的这个影响 对整个市场肯定是有很大的影响 那但是从长期来看呢 我们觉得这件事情 就这次疫情对整个跨境电商行业 我们认为是一个相对来说 是利大有弊的一个这个影响 那么首先一个层面呢 就是会体现在洗牌上 就这次我们讲 不仅仅是我们这个行业 是对所有的行业来说 资金就是靠资金链 或者说这个资金利润率比较低的那些行业 基本上都会受到 这次疫情冲击 这个会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那么其中体现就是类似于像餐饮 像一些玩供应链的一些企业 就基本上它的整个资金链上 可能我们 即在二月份或者三月份的时候 可能会吃非常的吃饥 那么能不能提供这一关 很多企业其实我们已经在为之说 所以 跨境电商企业之前 也是呈现多重排比和共同发展 那么其中一种就是玩资金链 或者说玩供应链的这个 玩得比较深度的这些 这个贸易型的 淘宝型的这些 这个跨境电商企业可能就会受到很大的冲击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会产生一个 我认为比较大规模的使用 就是一些不够具备的核心竞争力 或者说在人才的这个竞争之间 梯度上的不够具备一定的竞争力的企业 就会出现大量的这个系统 那么另外一块呢 就是说整个跨境电商的整个行业 可能就像我们昨天三年 飞电成就无理电商 然后一直到算是 其实电商它整个 这个发展它就有点像 工资能自我学习的 它也在不断的载天干 所以这次疫情它就会加速 下一代这个跨境电商应该有的这种形态 快速的就是提前 就是产生 而不是它会继续存在于 现在我们所认识的 这个发展的这个状态 然后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 就是我们要看到 就中国的这个大国形象 这次在疫情的当中 其实如果大家持续的去看新闻领国的话 现在很多年轻人都不看新闻领国 就如果持续的去看新闻领国 你会发觉 现在每一天的新闻领国 都会有这些五分钟的时间 去介绍中国在自我这次疫情的过程当中 在全球范围之内 各个媒体平台 各个这个新闻渠道的 所展露出来的这种大国风范 然后像各个国家在体现 就是我们这个国家是一个 怎么样的担当 然后怎么样这种生产 效果 人民的清朗 奉献等等这种正面的现象 正在不断地传递给全世界 所以这里面会带来几个 这个也是把双人家都会带来两个 两个两方面的领域 一方面 就像刚刚这个美国的这种取消费者的 跟中国的这种互惑 这个发展这种互债地位的这种事情 马上就是一个很 并不是说特别有利的一个事情 那么但是从另外一些有利的角度来说 就是会让更多的海外的消费者 因为我们今天来去谈跨界点上 更多的其实就是要去谈消费者 就是消费者他会对中国的产品 中国这个国家 中国这个人民 中国人是怎样的 中国国家是怎样的 他会有一个更加好的认识 所以说这些都是从微观 或者说从行观 从场面 从半期来说 会对这个行业产生一些影响 跨境电池商经历过这次疫情之后 我觉得在未来的这个发展当中 会呈现这个很多大的发展趋势 首先就是几乎所有行业 都应该要重新认知萌售这件事情 就是说我们过去 可能更多的企业集中在 这个把货卖出去 但是没有太多我们去关注萌售 就是当一个卖货的企业 在那边去文章去做 那么在电商这种信息充分的 开放的这么一个环境当中 他去做的往往就是完全进行 所以说只会导致经历率率不断下降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就是我们要重新去认知萌售 重新去认知萌售 重新去认知萌售 在这个萌售的过程当中 真正发布的作用 因为我们的传统 渠道当中我们去看 所以这些萌售的东西 才是真正的这个 一起发展的一个核心 那么第二个就是 肯定要在本质上面去 不断的去想各种各样的方式 去如何去提升利润 比如说在公司的管理经营上 比如说在成本的控制上 在费率的管控上 然后在新产品的文化上 在新渠道的拓彩上 在新市场的发展上 就各种各样的区域去提升利润 因为如果没有利润 那么当你的这个利润率 只有在版主甚至下流的时候 当你发生这样的疫情 那么你的企业是非常的脆弱 那么今天只是发生疫情 是对全行业都会产生延伤 那如果以后发生 某一个对你这个所在的市场 或者说你所在的这个区域 产生特别大冲击的时候 你是否能否得到 然后第三个就是 我们认为这次疫情之后 会刺激的大部分企业 也开始进入到跨界电商企业 然后跨界电商企业 然后跨界电商企业 好为什么呢 很讲的 这次受冲击最大的企业是国内市场 那么有这么多 在国内做电商 比如说做零售 做的好的企业 其实他们很多人 有些如果是反正就有外国经营 他们已经开始涉足在海外 走过设计的方式 不一定跨界电商 他可能是有收购的 或者说直接在海外 这边有些代理 那么以前这两个 这两种形式 似乎是有两个世界 但这个并没有太好的互动 但是从这次疫情之后 很可能会加速 这个两个世界的融合 就大的企业会进入进来 一些传统的企业会进入进来 一些传统的企业会进入进来 那么他们也要去 两条就走 这个一部分是海外市场 一部分是国内市场 那这个也是在我们可以看到 不管是德国的崛起 日本的崛起 美国的崛起 在整个过程当中 都是这样 所以中国的整个崛起过程当中 也一定会在这些地方 只不过这次疫情加速 对于这些事的发展 然后另外一方面 就是在整个公民业的认知上 我相信这次疫情 对大家的这个衝击非常大的 就是在公民业的这个情况之后 就是当你发生你自己的这个库存 你的这个合理性 你的这个智能化 没有办法去达到你这个非常好的 一个均衡点的时候 然后你的这个库存在比如说 然后在一些重要的这个节目当中 到底应该怎么 以后去布局的时候 那么你的公民业的反馈速度 包括这个公民业 是不是一定要局限在公民 如果你做的这个产品 是否在海外有问题 所以这都会慢慢都会牵扯到 一些传统的问题当中来 所以说我们看到 就是说在大灾大乱之后 它反而会让大家去产生 对传统的一些深思和反省 就能够让所有的人去看 哎这个商业的本质是什么 跨境界上的这个本质又是什么 你要去解决销售权 你要去解决公民业 你前面的这个品牌如果不做 它始终并不是一个 它始终不是一个两方 它必然只能解决阶段性的一点 它能不能永久先去拯救一些东西 所以这一块这些点 是对我们 对快速点来整个行业都会呈现一些趋势 就是会往这些方向上去找 疫情发生之后 我们在整个浙江省 发布了至少有三次 不同的这个协会 比如说是这个行业组织 我们做了三次的调研 应该说随着疫情的不断的这个发展 就三次调研的结果各不相同 那么总体来说 我觉得现在大的方向上 来说企业是呈现三种状态 第一种状态就是大的企业 这个它的复工也会比较快 它的整个反馈的这个速度 它优秀的大的企业也会比较快 那么然后它的外贸的 这个集中度非常的高 然后所以复工之后 就赶紧去生产 这个大量的去生产 这个外包的这个质压的这个订单 那现在是属于 肯定是老不过的这个阶段 那么第二个 第二种这个企业 就是说是属于 在这次疫情上 还是受益的 就是说一些跨境电商 尤其是一些跨境电商企业 我们看到一些 工厂在自己的库存 还有背后背在的人 或者说它在年前在海外 已经发了一些 这个和国内全部在外面的那些企业 那么受这次的这个影响 那么在海外反而是收益的 然后现在国内的这个 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 他们也是采用各种各样的这个自救的方式 可能就发动自己身边的人 或者是这个本地村这个人 去来解决它的这个工资 这些这些问题 那么第三种就是 很多的这个大多数的这个中小企业 那么现在复工呢 上游企业 这个供应的 这个企业 这个企业还没有复工 因为这些企业不一定在折强 因为这次的这个疫情影响 全国的这个工资的体系 所以说 上游没有复工的时候 他哪怕他复工 他可能也没有原料可以参购 可以进行生产 那么 还有一个比较大的研究 就是因为这家 这个是外来物工的大小 外来物工人员买的大小 那么很多外来物工人员都没有把他过来 所以说这个招工 这个也很难 所以说 呃 就呈现这三种状态 就是不同的企业基本上 都是在这三种状态当中 这个在 在变化和演变 所以说 还是 从总体上来说 我们还是会觉得 就符合我刚才说的那些趋势上 就是可能会 比较快的进入到一个行业的一个坚定 然后 这个大于吃销 快于吃卖了 这个时代会加速的 这次疫情过来以后 这个来势熊熊 对于很多企业的产生很大的成绩 那么在复工复产这一块就是 我们也做了很多深度的思考 因为我们不能光调整这个企业 知道他们的困难 我们也要去积极的去应 那么从目前来看 我们看的下来是 就是我们会给这个 这么几点的讲 第一个 就是还是要充分利用政策 就是我们针对 因为这将可能大家在这个媒体当中能够感觉的时候 就是现在目前这将在很多的这个事情上 不管是防控防疫 包括服务复产这方面 都是属于这个反应的状态 机制比较灵活 政策出台比较迅速的一个想法 所以说中小企业以前可能 你觉得这个很多的这些这个信息群 不一定会到的这个 或者说有些汇集的一些政策 不一定会到的这个 但是这次国家应该是当成功 对中小企业 这个是防救业的问题 所以说有大量的这个政策的出台 那么企业一定要充分去利用这些政策 比如说就像昨天有过 国务院的这个这个常会 上面说了三项费用可以解决 那么这个对于企业来说就是 有不少的一个负担可以走 这个可以反显轻的 那么这些东西都在企业要去积极地去拥抱 去享受到这些这个国家对自己的这个 这个忽视就是一步 然后就是说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我觉得经历我这次以后有很多企业 需要重新去审视一些自身的这个发展的状态 如果你没有发展 这样的账户心机 我现在是处于比较这个 比较困难的这个阶段 因为真的要去思考 暴徒群的这个事情 那就是几家企业要合并起来 几家企业要共同来一起把恩人举止起来 一起一起把其中一个市场形成出来 把订单给出来 这个这个这个聚集 这个暴徒的这个过程 并不是说一定说是群囊 就是说它更多相信一个组织 就是如何在未来去形成一个 这个新的一个群囊 因为其实很多的这家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产业继群 都是都是家族制 可能这一家人可能这个 亲戚到中七八个 都是开七八个厂 以前都是一个厂分出去 那现在能不能再回归层一个厂 这个我们认为是一个抱团属群的一个固执 那第三个就是说还是要这个积极学习 这个将我们这段时间 我们长度就将近三个星期的市场 正在无端的在给所有 就是我们服务的这些制造型企业 去输出知识内容 去输出这个他们接下来 要面对这个新的这个转型的这个机遇的时候 所要去处备的那些东西 就是说 其实大家都知道 过去转型的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最难的是什么 最难的是老板 就是老板他自身不转型 他自身的这个意识没有起来 他自身没有全部保险的东西 所有的改革 所有的进度 这个进度都很难发生 所以说我们这次已经充分抓索这次机遇 鼓励一些年轻人 鼓励一些有点心意识的一些人 去告诉他 这段时间是非常难得的 怎么能够放下其他分阀所杂的那些事情 能够沉下现在去学习 所以这个阶段是需要积极去学习 去拥抱一些的知识 去拥抱新的渠道的过程 然后第四个就是人才的玩具 应该很现实的一点就是 这一次一定会产生大量的企业 可能会不一定成长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优胜练胎的这个过程当中 一定会有批免才能有限出来 一批免才能有限出来 那么企业在这个过程当中 要积极地去把握 你对自身发展是有信心的 你对自身发展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你要教训 这时候反而是要积极地去学习 不仅要学习 还要去接触用具 去接触用具 你以前可能你觉得 根本就没有去想过那些美财 你还去来邀请他这个工程 去抓住进去发展 这个是一次洗牌的过程 所以小的企业可能会变成 发展的状态成中型 中型也有可能会借这个机会发展成大型 大型也有可能会借这个机会发展成超大型 这都是一切结合可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要保该全 就这次我觉得整个疫情带给大家 这个最大的歧视就是 以前所有可能尤其是中国内人 这个所有的人都觉得 这个国内是一片新银行 从来没有想过 为了这样的一个大致大大的一个过程 那么既然发生这样的事情以后 其实是整个推动了我们接下来 就是在中国所有的这些制造业和品牌的 这个国际的过程 也就是说以后任何一个发展的一个品牌 其实都是有机会的 因为在跨界点上数字购义在那里 也都是有机会去参与到国际市场见证 然后一定要两条腿走路 这个黑猫白猫 只要逮到老鼠都是好 所以说它一定是走两条路 两段路就是在国内市场 在海外市场都要进行改脱 在这个过程当中 才能去真正的享受到 中国成为世界上的大国 这个真正的带给大家一个好力 因为国内市场它的发展 它是有它的鼓励 但海外市场的机会很多 它有一百多个市场可以让你去选择 让你去进入这个统架 所以它的机会会更多 所以这些方面 就由工程 作为这个抗争面 这个班家来说 都需要去做这些准备 做好这些准备以后 才能会再穿染滑开自己 去迎接更好的过程 我们这次疫情发生之后 我们这次疫情发生之后 就是我们也在积极地探索 首先是了解企业的需求 然后去分析未来发展的趋势 那么我们也会在 比如在近期 我们会正式推出我们这个 时尚扶持企业发展 在疫情之后 去进行对这个数据帮与转型的 发展的时项举措 那这些举措呢 主要是集中在我们自身的 在这个企业的这个文凭平台上 那希望能够给不仅是这架行 而是全国的企业 能够带来香港的帮助 那这十项服务主要的方向 就是在这个全球开店 人才 工艺链的整合 然后智能营销 还要品牌推广 然后这个 这个服务商的各项的这个 费用的减免等等 这些方面上能够给予企业 去做这个行业 提供足够的这个支撑 那么其中还有一个 比较大的一个板块 就是这个直播和这个学习 培训复化 就是我们会把 就是我们在浙江 这差不多快两年的时间 然后积累这个网上好评的这个产业 在跨境电商制造业转型的这个系列的这些课程 我们把它搬到这个直播的这个频道上来 我们把它搬到在线的这个教育的频道上来 在企业电灵当中去给众多企业去提供一整套的这个转型和培育的这个过程 那么我们这个过程当中 因为不仅仅 只是铁牙式的这个教育 只是让你看完 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 会监督我们自身的一个发展的状况 会要求布置相应的任务 因为其实大家知道这个制造业这个转型 并不是一件很轻松的事情 它不像一个这个可能跨境电商的创业 这个年轻创业 这个充满机器 它这个可以到处去寻找机会 很多制造业的这个转型的这个 这个企业 它自身它可能就有更多的效益 能够去销售自身的这种产品 那怎么能够把自身这个产品去卖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 还要去融合它自身 由耐穿成报的那种的那些企业 所以这里面是一个 本来是一个非常满足的过程 我们要陪伴企业 我们陪的时间也不长 我们陪我们陪我们三个月中 我们绝不断地去把这些事情 给落地落下去 说实话有些时候我们觉得 那种事情的时候 是比较残酷的 可能在我四五多岁 我们还要说他们必须会练成注意 我们也都写这种报名等等 那么这些东西都是 我相信不管怎么 就是只要初心是好 我们采取所有的测语 我们也是认证的 那我相信这些东西一定会对整个行业 整个这个企业 整个大企业 对整个企业非常切实 这个有效的这种方式 这次疫情 这次疫情 毕竟冲击的是这个整个 整个中国的所有 几乎所有的行业 就是我们这个行业 虽然说我刚才说 短期之内会受影响 但是一旦等到这些动力链啊 等到快递啊 这些东西 恢复以后 入流恢复以后 其实我们这个行业 长期来说是受益 就是说 类似于就是可能 包括海外的消购者 他们也会认为 也会因为一些这样的情况 会开始增大对网络购物的一个认知 包括它的建设程度 包括对中国制造的建设程度 所以从整体上来说 这是整个中国制造业成员 还传统的通过贸易的形式 就是去做海外销售 去然后整体去转向 慢慢去转向 以品牌 以这个零售为主要的这个模式 去做这个外贸和出口 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奇迹 所以说 对于整个企业和行业的整个歧视来说 第一个肯定是要健康发展 就是说一家企业能够长支角 他还能够长期一样的发展 最重要的他要做有价值的事情 有利益的事情 为社会创造整个社会的利益 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的这些事情 就是他肯定要有更多的使命感 要有更多的优秀的人才能够加上 所以这个健康发展 我相信是很多企业都成立性的省事 就是我不能再去现在 因为电商是一个很容易让人沉进去的一个企业 而沉进去的一个好央 就是每天你要分析这么多的数据 你要处理这么多繁杂的这些事情 处理了以后 那么还有多少的心思能够去考虑这些大的问题 比如说战略性的这些事情 这些是很多的企业都要去思考的问题 那第二个就是 就是要去善用 一定要去拥抱新的东西 然后因为这个全球的这个经济 这个目前发展最终极的企业上面 所以不是说增长特别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存量 慢慢增长和强量的市场 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 既然资本 既然很多优秀的人 他去看中这个市场 他发现了他发明了一些新的工具 新的用途 那么企业是需要去拥抱 因为这时候不拥抱 可能你就没有办法在未来 发生一些突发状况的时候 去很好的去拥抱 但是当然这里面对企业的提出的要求就是 你要知道什么样的东西是真正符合客观规律 符合客观的社会的发展 在企业的发展的东西 真正去寻找自己需要的东西 那么我想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在座的这个奇运计划 可能就能够给企业带来这方面的帮助 我们来帮你建立 我们来帮你去找到这些新的区别 新的工具 这些新的市场 然后最后一个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个企业 非常重要的一个企业 就是我相信这一次过后 所有的在从事的这个行业 都会深刻的认识到 就是要跟传统去进行成功的用途 要跟传统的贸易去进行用途 要向国内去学习这个电商的东西 要向海外去学习海外零售的东西 就是我们学习的对象有很多 就是我们在我看来 就是这个跨境这个出口电商这个行业 我们还是一个非常志愿的孩子 就好比这个可能林姐和自己的 这个中国国内电商的成绩 所以说我们后面还有很多精彩的 我们还有很多可以领先一股世界 去发展的一些东西 但是我们怎么样能够去引导 怎么样去引领这个市场 怎么样真正的去做出一些有价值的事情 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 非常重要的 这也是这次一期的政党 带给了我们 其实是需要我们不断的放弃 并且坚持自己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